张国立点赞冯小刚怎么回事?张国立为什么点赞冯小刚时问崔永元? 5月的娱乐圈热闹非常,这期中崔永元就贡献了一份力量,他在月底的时候连发的几条微博震动了一路持瓜群众,大家纷纷开启了看戏模式。 而这几天的战争更加升级,前友刘振云通过媒体表达不满,称崔永元不应该将私人情绪发泄到无辜的人身上,此前崔永元曾转发一个文章并公然嘲讽刘振云女儿,这个举动也让很多网友批评认为实在太不恰当。 而范冰冰这边也不是若第一时间进行了犯机,本以为这件事情可以慢慢平息,不过随着崔永元接受采访,刘振云表示不满,很多网友表示这个瓜是要撑死人的节奏啊。 几个大佬之间一来一去的明争暗斗让人看得云里雾里,到底谁对谁错。 其实对于闹了一个多月的手机事件,想必现在很多人都已经理清楚了个中游来,而且在这件事情中有两个主人公,一个就是手机剧组的导演冯小刚,而另一个则是崔永元。 对于冯小刚来说崔永元这一个月来的种种行为,对他已经造成了很大的影响,所以在今天中午他正式做出了回应,而且语言很犀利直接识问。 崔永元,不少网友都好奇这一次就算的上市正式的回应了,会不会有明星来站队呢? 如今手机二剧组已经杀青了,而冯小刚在拍完手机之后,终于有时间做出回应了,冯小刚的这次回应很犀利,看得出来他也是做了不少的准备,不过在他发完这条消息之后,就获得了张国立的点赞。 网友们都很好奇到底谁需要后道呢? 在冯小刚的识问中,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,他对于影射这一说法是不太承认的,他表示根本没有形影射崔永元。 之后,网友发现张国立的点赞了冯小刚的识问微博,应该算是表明了自己的立场。 。 吗?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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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